我真的没有意识到 我在深山竟然做了一条原生犀牛 还是网友提示才知道 这就很离谱了 我知道很多网友都特别喜欢我这边的原生环境 比如说这个水啊 你看多干净 直接都可以这么喝了 其实我也和你们一样 特别喜欢像这种水里有鱼的感觉 那如果这条犀牛之前是没有鱼的呢 但是有一个我这不一样的就是 我这里是完全的自然环境 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放适合这条冷水吸流的冷水鱼 让它们在这个自然条件下自然繁殖 以后就是无穷无尽 就像网友说的 要想原生缸里的鱼养得好啊 那就得勤换鱼 这条吸流也是如此啊 今天还是老样子 来深山检查一下之前放的冷水鱼咋样的 再就继续增加冷水种鱼 这里之前我们发现了冷山脂肠和冷山脂肠肠的暖 看它们孵化情况怎么样了 我估计应该孵化的差不多了 你看已经孵化完了 这个大的蝌蚪不是啊 这个大的蝌蚪是来捣乱的 它是来吃之前雷山脂肠肠肠出来 不是上面还有很多坏的暖吗 它们就吃那些坏的暖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雷山脂肠的蝌蚪啊 这里还是和大家强调一下 我之前是养石蛙的 所以对这个蛙内还是算比较专业的啊 这里主要和大家说一下 在野外碰到这种纹路的蝌蚪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一过来的时候还是看到鱼影的 但是比较警觉 全部躲这个之前和表妹一起搭这碑锁里面去了 今天是准备在这处水潭放冷水种鱼的 看样子没必要 水才这么深 这个干旱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趁这个鱼过水的时候 我们用水虾镜头看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之前放的冷水鱼的中绩啊 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在18个月前探查过这里 水里一条鱼影都没有发现 只发现了一些螃蟹 黑壳虾和之前对比 现在水下热了很多的 大小鱼都有 这里目前只看到多鱼鱼 可能由于我刚刚在岸边东京太大了 细时班都钻进石缝里的 大家仔细看 偶尔在后面还能发现很多大的蝌蚪 之前有朋友说 是牛蛙蝌蚪 这怎么可能 我们这里不存在这个了 现在我也很好奇 这是什么品种的蝌蚪 总体而言 这支水潭已经完全恢复了原样 希望以后可以成为鱼癌的缠卵所 10分钟鱼癌过水差不多了 可以拆开氧气袋 让鱼癌感受自由的快乐的 之前就有网友问小范 你水下镜头是怎么拍的 让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 就这小玩意儿啊